农村绿防疫提升免疫力 农委会深入农村社区办理绿色照顾服务 提供特别设计有营养好入口的餐盒给高龄长辈 及社区志工虚寒问暖 还有手作疗愈与友善环境 让农村高龄者在地健康老化 在偏乡里面的高龄者是蛮普遍的 因为尤其是东部的偏乡 年轻人都来新百岐和那些人 留下来就是偏乡的比较高龄的一些 我们在从事农业的甚至于有一些长辈 那么这个当中我们也理解 将来我们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 大概台湾应该在推估是2026或是2025 就会迈入我们超高龄社会 那意思也就是说平均大概有10个 就会有4个是65岁以上的 那整个台湾地区 2300万大概有470万的这些 都是超过65岁以上 那么这个主情我想各位 各位多理解 这个不管是农委会也好 或是说卫福福等等的 这一些社团的机构 都希望能够架构一个我们 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网络 那在农委会的这个立场 当然就是说从事农业的这一块的 这些曾经有贡献的这一些呢 更应该要加强去照顾 给他们的生活更有快乐更有尊严 农村社区绿色照顾 透过导入社区青年壮年人力 强化高龄者的社区参与 饮食及心理健康层面 欢迎社区发展协会进行提案 一起建立更多服务网络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